公元169年,曹操15岁 曹操第一次离开了故乡桥县,来到了京师洛阳 进入当时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念书 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同时是汉朝各级公务员的培训所 也是日后进入政坛最为快速的捷径,更是当时读书人心中向往的地方 能进入太学念书的人,都是汉朝宗族,豪族这些贵族人家 一般百姓除非是特别优秀,不然很难进入 曹操进入太学后,对于儒家经学完全不感兴趣 他反而喜欢博览杂书和结交朋友,在校期间 曹操积极结交袁绍,许优,周昂,等等 当时袁绍以四世三宫的权贵,作风海派,出手阔绰 再加上曹操在旁边出主意,自然就有一群人跟在旁边花天酒地 但是,曹操并不满足,他知道他是一个宦官的孙子 在东汉黄朝的官场,到处都是门伐氏族,这些人重视出身 他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他就只是一个被歧视的对象 汉朝的氏族,起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 由于当时儒家经学传授不义 儒家经学大师常常将其独特见解,独传给自己的子孙或弟子 经过数代闭门传授,几代研究经学的奥义,也常常变成美式公卿 数代之后逐渐演变为氏族 东汉之后,中央政府以儒家经学作为录取官员的标准 儒家经学大师常常以独特见解传授子孙,以便子孙能入朝为官,继承其政治权利 随着儒家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代代公卿,就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 如,汝南元氏,四代人中,竟有五人位居三宫之位,因此元绍常常自称元家,四十三宫 元家也因此累积了大量的人望,财富,土地,电农 东汉末期,中央政府权力已经衰落,内战不断 各地氏族更以保护庄园为借口,筹备武力,有些开始与地方政府抗衡 拒绝履行义务,烘抬物价,剥削电农,使得百姓生存条件更加严苛 而且,这些氏族经过数代累积财富,并经过与自己阶级相同的氏族通婚 使自己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权利,因此,这些人常常觉得自己是天生贵族 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世人也称其为豪族 但如果是出身低微的官员,则称为寒族 当时,有事之事都知道天下即将大乱 如刘烟者,以汉朝宗室身份,申请作为一周牧,实际掌握地方权力 一周经刘烟,刘彰父子两代经营成为天府之国 刘烟也顺利成为三国初期,割据地方的诸侯之一 或如元少者,携其家族势力相交满天下,亲近贤才 公汉末其,宦官霍乱朝廷,早已经是天下公敌 曹操在这些世俗眼中,其血脉本身就有问题 又是宦官之后,因此常常遭到轻蔑、冷落 曹操是一个动竹先机,善于分辨情势的人 在这种环境下,他很急着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这个时候,太学里有一个优秀的学生 宗成,自,士林,东汉南阳安众人,今河南省镇平县 史称,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辟不救,闻得而智者如林 因为宗成有得闻名于世,所以听闻他才得来访的人 常常排队道,人多如林 因此后世称,宗成,为,宗士林 曹操知道宗士林很有人望,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之一 所以常常借机找他读书,游玩 但宗士林看不起这个宦官之后,又讨厌曹操的痞子性格 所以常常疏远他 有一次聚会,宗士林和曹操都到场 曹操一直找机会和宗士林说话,但宗士林都不理他 后来,宗士林起身离席要上洗手间 曹操跟上去,等他上完厕所 就在厕所外拉着他的手说道 我实在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但是,宗士林冷恨了一声 把曹操的手甩开,连话都没讲就转头离开 这件事情造成曹操很大的心理伤害 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曹操迎天子陆许昌,官至司空,总理朝政 曹操急需建立朝廷体制,并任用官员 这个时候,曹操想起了宗士林 于是派人邀请宗士林,并事先暗示会给他极高官职 宗士林见到曹操时,曹操温和地对宗士林说 现在可以跟我交朋友了吗? 宗士林则泼冷水地回说,松柏枝至尤存 曹操暗叹一声,心想着这些士族,阶级观念极深 如果封他大官,之后便不能约束 所以,曹操只能给品德刀上的宗士林当个小官 但是,曹操并没有杀他 反而让曹批,曹操这些儿子常常去向宗士林请义 曹批,曹操这些兄弟每次登门拜访 都跪拜在他的座榻下方 行碗背里,宗士林受到曹氏极大的尊崇 东汉末年的士族分为豪族与韩族 曹操为韩族之首,袁绍为豪族之首 袁绍当时已经掌握了青州、弃州、幽州 并州四州,称霸河北 袁绍所据之地相当于今日的山东、山西、河北三省 拥有20万左右的军队,是当时最强的诸侯 曹操势力范围内的豪族,便常常与袁绍书信往来 看不起曹操这个韩族 等到袁绍被曹操打败之后,这些豪族只能隐忍在曹操底下 但当时的社会,豪族的阶级意识还是很强 更好玩的是与曹操联姻的夏侯氏 在魏国开国之后,历经不到两代就转变为豪族 以夏侯玄来说,夏侯玄20岁就官拜三旗皇门侍郎 有一次觐见魏明帝曹瑞时,依为汉出身卑微的毛皇后弟弟毛曾同坐 夏侯玄生胆受辱,面露不悦 因此被魏明帝曹瑞既恨,就把夏侯玄贬为羽林间 所以,曹操、曹丕致力打压豪族,但自己的后代却变为豪族 事事无常,总是让后人玩味